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這個影片我們兩個是要來拍我們的 秋冬穿搭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穿搭影片 我們是跟Sense of Praise這個品牌合作 所以就有了今天的這個穿搭影片 Sense of Praise 謝謝 大家可能沒有很熟悉Sense of Praise這個品牌 這裡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下 Sense of Praise這個品牌呢 它是日本的服飾集團 阿芭迪萨奇情下的男女服飾品牌 就是阿芭迪萨奇是文當超級超級超級喜歡的品牌 店長有的時候就立即離開了 我也在文當的耳濡目染之下 就是一直有在看他們的衣服 所以正是接到邀約的時候超開心 覺得一定要接 這種機会全都沒有嘛 對,嬉しいですね 真的很嬉しい 那這家品牌他們的概念就是 Zakroba的Sandado Fashion 就是全部的衣服都設計得很簡約又很時尚 因為是簡單的 因為是很簡單的 然後他們的衣服價格其實都不算太貴 然後他們的衣服價格其實都不算太貴 算是小資族也還蠻好入手的品牌吧 很多色或是會變得更新的 對,買得更新的 但是買得更新的 那這次我跟文當各會搭三組 然後我這裡有最後一組 第四套是文當幫我搭的 對,買得更新的衣服 就覺得很開心 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這次我們跟大家推薦的秋冬穿的 開始吧? 對 文當的第一套搭配是 格紋的棕色大衣 還有錐形褲 還有維高領的茶色T恤 那我的第一套呢 是黑色絨毛的海軍風外套 搭配維高領的連身針織洋裝 顏色是白衣的顏色 還另外搭配了一個均綠色的小包包 まず呢 このねコートなんですけど 色がめちゃめちゃかっこいいよね ちょっとブラック系の でもねブラウンが入ってる チェック柄っていうのがね めちゃめちゃオシャレだなって あんま俺チェック柄じゃなくて 無地のものばかり持ってたんだけど こういうねチェック柄も着てみて あ、合わせやすいなって 色々思った ポケットもね こう今斜めに入ってるんですけど 横のもあるんですよ こういうコートって なんか斜めの方が入れやすくて 自分個人的には こっちの方が好きなんです ボタンの色もね めちゃめちゃ合ってるのがね かわいいなと思って まあ外はね毛が入ってて 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けど 中はねさらにサラサラな生地で これもね腕がすごい通しやすくて めちゃめちゃ着やすいなって思いました これのね合わせ方としてはね 黒でもよかったかなと思ったんだけど でもなんかちょっと明るい色にしたいなと思って 茶色だけどちょっと明るい色 こういうのがあったんですよ すごい似合う しかもこのタートルネックがまたね かわいいの 我超喜歡男生穿高齢的 そうそう 顔がちょっと小さく見えるよ もっともっと小さく見えるよ そうそうそう また色が良くて材質も気持ちいいので このズボンもねまた良くて すごいサラサラでね履き心地がすごく気持ちいい しかもシワが全然つかないのほら こうやってやってもほら全然ほら 綺麗 茶色に合わせやすい黒をね選びました 全体的に縦のラインを意識して まあ細すぎず太すぎず ちょうどいいぐらいのサイズをね選びました こういうコートは私持ってないよね いつもこういうちょっと男らしいの感じのが どう合わせるのも分からなくて でも今回挑戦してみようと思って これを選びましたね これちょっとオーバーサイズだから ちょっとかわいく ちょっとボーイーフレンド感じの この服で合わせるかなと思って でこのサイズはちょっとふわふわで あったかいんですよ このコートもポケットがあって このポケットの中に あのイヤリングとかネックレストが 置けます あとボタンのところもなんですけど ボタンちょっとでかくて可愛いんですよね 存在感があるよね うんうん ソデンの部分も ここにちょっと変わって 我覺得也很可愛 これ俺が着てもなんか良さそうじゃない? にあいそう これいいねあったかいわ うん 而且完全沒有迷惑感 男性も穿え うんちょっと俺もこれ使わせてもらおう うん 我是搭配這個連身的真摯洋妝 顏色的話是用比較淡色的 因為他這個外套是黑色 我覺得搭配淡色的會比較好看 因為這個外套直接搭起來 我怕他看起來會有一點太厚重 所以就會把他微微這樣往下 露出肩膀 看起來比較有那種 隨性感的感覺 我覺得很可愛 このワンピースなんですけど もすごくかわいくて もちょっとハイネクなんですよ 這個長度差不多到我的腳踝這邊吧 還算是蠻長的 我自己很喜歡 而且很方便 就很適合懶人 一套套下來就可以出門了 然後另外搭配這個小包包 我一開始選它 是因為它的顏色 非常的可愛 這個大小剛好可以放手機啊 錢包什麼的 雖然它小小 可是它戴起來也很有存在感 我覺得這個不錯 那接下來呢 是我們的第二套 第二套的話 文章搭的是 燈心龍的海軍風夾克外套的淺色 還有茶色長褲 跟藍色的毛衣 我覺得超可愛的 那我的第二套呢 是有一點像棉被的柔毛外套 還有高領的萊土貝基的毛衣 再搭配就是絲容有一點亮亮的長裙 然後配上一個毛毛的可愛的包包 這個的衣服的衣服 這個衣服中在的衣服 暖化 這個褪色的衣服 超級暖化感 這個衣服很高 這個很特別的衣服 小型的衣服 這個質 amount 這個衣服 但是這個衣服 這個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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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全部 衣服 而且它那個衣服 一個衣服 只是肩內致 這個衣服 就有很多衣服 而且是 這個衣服 它是把黑色的用途 所以,做了什么 所以做的用途 是用途子的用途 它是位于圆滯的 它是白色的用途 它是用途子的配件 它是在白色上的 在白色上的 我当初的配件 是地amb装途子 很 Cotton 不是在あり 这个就是完全的要途子 但肆是比较 是的 但它們全身的納納納納的感覺 很緩的感覺 很緩的感覺 我今天出現了 有很多藍色的感覺 我覺得很可愛 其實日本服飾品牌的大衣都非常好看 是因為日本的天氣外面很冷 可是他們裡面的暖氣都會開很強 所以日本就非常多洋蔥式穿白 喔~~ 玉米 台灣吧? 很趣 我這車的外套非常的特別 它可以穿兩面 第一面的話呢 是有點像棉被的這個材質 就很像那種日本過年會穿那種衣服 但是我看日本女生都可以把它搭得很可愛 所以我這次就挑戰了一下 那第二面的話呢 是像這樣子 有一點像泰迪熊這種感覺 還蠻可愛的 然後很毛茸茸 那它這個像棉被這一面呢 這個菱形的圖案設計 我覺得它很可愛 然後這裡有兩個口袋可以放東西 有口袋真的很方便 因為我有很多外套都是假口袋 就其實是不能裝東西的 真的太不方便了 尤其是現在放手機啊 就覺得有口袋真的是非常的ありがたい 一番可愛的地方是 這個鈴鐺的部分 全部都是這個 我都不知不知道 但這個像是有目的 很可愛的 非常可愛 反正這個地方是暖 對 那是一番 這一件上衣 我真的一見鍾情 我在看官網的照片都覺得 天啊這上衣也太好看了吧 然後實際上收到 我一直覺得天啊它真的太好看了 它這個高領的地方超可愛 因為它這個高領的部分很長 它這裡呢有做開叉 那這個開叉呢 就可以把你下半身 穿的東西的顏色強調出來 更有修飾的感覺 我自己很喜歡 那下半身呢 我是搭配這個 是斷面長裙 很難生成皺褶 而且就是這樣子穿一穿 你換一換下面還會 下巴還會這樣飄逸 我覺得很漂亮 你飄在搖了 這個包包的話 它也是非常有存在感 因為外面穿這個大衣 它看起來比較大 就我可能會怕它看起來 會比較單調一點 所以外面就搭這個 就畫龍點睛這種感覺 穿起來很舒服 不喜歡 不喜歡 這個包包我自己也蠻喜歡的 因為它就是 你只要有帶到這個包包 就會讓人覺得 你好像很時尚的一個單品 那我們第三套長這樣子 登登 第三套的話 文章是搭配一個 薄荷綠的襯衫 這個襯衫是拿來搭外套 那裡面呢 有搭一件白色T恤 還有錐型褲 錐型褲子是蠻色的 那我的話呢 是搭配一件紫色的大衣 還有剛才介紹的 連身正知洋裝的黑色款 這個紅色的一件 一番的見所 まず色 但是這個 温め的紅色 使用很容易 很可愛 超級的 很像 這個 這個按鈕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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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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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想好看 中央是白 這個ズボン也非常肌觸感 下巴也很細 不是黄色的 它是青色的 而且有大型的 大型的 上巴也很可愛 但下巴也很淡 嘴巴也很淡 那我第三套搭配的大衣 是這件雙面之五里大衣 這種大衣我一直很想要 紫色非常的特別 所以一看到我就想說 我想搭配換紫色的 然後這件大衣的形狀我覺得它很漂亮 就是穿起來不會很肥的感覺 然後它這裡也有一個腰帶 腰帶很棒的是你可以綁前面 也可以綁後面 綁起來是不一樣的感覺 綁前面會有一種慵懶的感覺 然後我自己覺得它這個設計很可愛 是它的扣子的部分 所以這個扣子的地方呢 扣起來之後外面是看不到扣子的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氣質很好 我覺得看起來很溫柔婉約 最初是塗子的地方 但我只是想要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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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那我搭配這款黑色的珍珠洋妝 就是我剛才也有介紹我穿另外一個顏色的連身珍珠洋妝 這整件我還蠻喜歡的 那文檔已經沒了 最後我的第四套呢 是文檔幫我搭配的 它搭的時候我超緊張的 因為不知道它會搭成怎麼樣 不知道會不會給我亂搭一頭 可是最後我也還蠻喜歡的 那最後一套文檔幫我搭的呢 搭配的是羊毛的五頂大衣的摩卡色 還有我剛才說我一件中型的毛衣 跟仿皮革的百褶裙 也是摩卡色的 這個大衣是我挑的 然後裡面呢是文檔幫我配的 這個大衣我也很喜歡 它跟剛才那個紫色的很像 可是又有一點點不一樣 首先呢它這個是沒有綁腰帶的 然後我自己覺得它很特別的是這個 我單的地方 它在左胸口這邊有兩個鳥扣 可以用右邊的這個把左邊扣起來 就是每扣不同的地方 就整個大衣可以呈現一種不同的感覺 這件大衣是羊毛的很輕 但是又很暖 然後接下來呢這一套呢 就是文檔幫我搭的 噔噔 這個非常可愛 這個部分非常可愛 這個部分是非常可愛的 這個部分就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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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就變得很寂寂 所以這個部分就變得很寂寂 這個部分就變得很寂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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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變得很寂寂 這部分就變得很寂寂 看起來 這個部分也有配合 這個部分也可以配合 下部分部分也是 更難的 很有趣 層的像是高性 BEC 但是材質很不錯 而且它是伸展的 所以它可以穿雜的 它可以穿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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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仿皮革擺摺裙 我也覺得真的是超棒的選擇 而且我很喜歡那種走路有飄逸的感覺 就是這件完全有 這件真的是我一穿上去就 天哪太好了 因為我自己有穿過很多擺摺裙 但是很容易擺摺就是會皺掉 不然就是會有痕跡都不好看 超棒 嗯超棒 好那這次的影片呢 就是我跟文章介紹給大家的秋冬穿搭 那文章是三套 我是三套 文章幫我搭一套 所以我總共是四套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全部的衣服呢 都可以在Sense of Place那邊買 都可以上官網買 或是到他們的食品門市買 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去看一下喔 那冬天是寒冷的 大家可以暖暖的 風不吹風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可以按摩